大家好 今天我是和加多利亚兰淋水和施肥的 但今天主要不是看加多利亚兰 是想和大家看看我花圆 在这个时候有什么花开 所以就拍了小小短片和大家分享 在加多利亚兰淋肥前 我一定会将其籍料全部 先用花灑色弄湿 就像现在这样 我先将其籍料全部噴湿 就像下雨 对加多利亚兰的叶子也很有帮助 其籍料全部湿了 我将调好的肥料水 1%的建议用量 或者1%的建议用量 都可以的 要等它一个小时后 我才会在盆面浓 今天主要是和大家看看花圆 就不是看加多利亚兰的 因为也刚刚和它们 施肥淋水 所以我也拍一点给大家看 现在在花圆开花的 就只有这些了 正式来说 它在5月6月 我的花圆就有很多花开 但当时就没有拍 这里有一盆三角梅 开得很漂亮 这里有一盆叫做黑发丝 我今天最想和大家看的 就是我这盆 不是一盆 是杞子 这盆就是杞子 它现在未正式成熟 所以也不是有很多 但每年我都是採摘三分一 就放入硬桂 其余的都是给小鸟吃的 放入硬桂煲汤 蒸鱼我都会用它 这些就是杞子 还在地上 旁边有一棵盆种的葡萄 但现在未成熟 成熟了之后 它每年都结很多 现在都结了很多 就未成熟 成熟的时候会再拍给大家看 是盆种的 但是盆下底 我就开了一个很大的洞 所以它的根 也可以直接在泥下底生长 这样的种植 很有效感给肥料 这些就是薄荷 八角葱 这里有一盆 应该是菊花来的 小菊花 还没开 这里有一盆 有人叫它做美人椒 我就不知道了 但这盆花是有个笑话的 我买它的时候 以为是香蕉 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英国可以种香蕉 就买了回来 打算在玻璃屋里种 结果原来它是开花 后来才知道 原来它叫做美人椒 我想香港是很多这种花 这边有一盆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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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月桂花 也是玫瑰的一种 不过有人叫它做月桂 早前太热 没有淋水 花都借了 这边有一盆兽球 这边有一盆兽球 是9月才开花 我忘了它的名字 我叫它做小秋菊 这边有一些这样的花 也是忘了名字 我从来都忘记这些花的名字 这边有一盆兽球 都吃了很多 这边有一粒 这就是红色花的兽球 这些是比蜗牛雀仔吃多 我自己也很少摘来吃 它在未成熟 就已经被蜗牛仔吃了 那这里就有一盆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就是一种 好像土的类似 又好像一些梨 都稠了很多 它现在未成熟的 还是绿色 这里有很多粒 在树上成熟的果实 是特别鲜甜的 是中一盆里面的 这里有一盆 车离番茄 是很小粒的 用来做沙律的 就不是用来煮来吃的 是很小粒的 好 过来这边看看 这边就是我平时用来种一些 蔬菜的 这里有一些豆角 很干 没有淋水 这边下了一些菜米 还没开始发芽 这里有一些生菜 生菜吃完之后 剪了来吃了之后 留下一个头在这里 它会继续生一些小苗出来 又可以扎了一些小苗来吃 之后它又会长小苗 可以吃很多次 只要留下一个头在这里 不要拔走它的头 这些是吃了第二次的 它的小苗 是比原本大棵的 很美味的 这些很漂亮 这些生菜 我全部都是用 米水 来淋的 全部都是奥加力 有机 这些 叫做皇帝菜 这些小苗 其实它和糖苞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样一行 但因为今年花了很多时间 在兰花里 所以很少种菜 种了很少 这里有些构忌 这里就花圆的后面 这里有盘劍蓝 稍后会剪它回去 拆 之前开了那些没有剪 掉了 鲜红色的玫瑰 这里有盘 玫瑰 鲜红色的玫瑰 很漂亮 这里有盘卓药 颜色很漂亮 紫色 都开了很久了 很多都开始丢蟋 这里有盘 有人叫它臭草 其实它是很香的 是可以用来煮绿豆糖水的 但它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它都会开花的 开黄色的花 非常之香的 这种 你摘少少叶 然后撕碎它 在手掌上 把汁液液在手掌上 是很香的 这里就有一盘毛花果 结了很多 很多都已经可以吃了 这里有一粒很大 它开始变颜色 成熟就可以摘来吃 我很建议一些在英国的朋友 如果你们有后花圆的话 都种一盘 树上熟的毛花果是 非常之好吃 很多 这里有一张 摇摇耳 现在面前看到这一盘花 就是我刚刚在后花圆剪下来的花 就插了到花瓶里 因为后花圆 现在开的花都是 红色紫色 所以插出来就不太漂亮 因为没有其他的颜色 那我就放在我客厅的火炉旁边 那整天都有人说 木炭种花 那我们一定要买一些 烧烤的木炭 就不要这些壁炉的炭 这种炭是不可以种花的 这种是应该叫做合成炭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拜拜